大陆歌手姚貝娜 因为罹患癌症而病逝 短短33岁的生命陨落 却是精彩毫无遗憾 而且还把脚膜捐出来一爱人间 刘贝娜 一个用生命唱歌的女孩 也许明天还有你 陪我开始 直到最后 陪你忘不去 我在那里 也许明天只有你 我的明天 也许明天 也许明天 12岁时 她以洗净千华般的素人样貌 抛下发片歌手的光环 站在了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 我可以没有明天 但我不能不为自己活 我想去一个自己喜欢的舞台 唱喜欢的歌 出生在武汉音乐世家 姚贝娜注定是天生的歌者 在此之前 她的声音早已借由戏剧《甄嬛传》 深入两岸三地观众的心 火腹无路流转 世界还是远 天气酸不尽 交植被雨花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唱红颜杰当时的那种心情 当时是正在生病期间 红颜杰都还优越 很优越 因为我经常在病床上的时候 自己就跟林黛玉似的 自己特优越那种 所以我很快找的感觉了 多么可爱的一个女孩 在生命期间 其实可以拒绝一切工作 三十岁 音乐事业正在冲刺阶段的姚贝娜 忽然发现自己罹患了乳腺癌 稍花震慎的她 毅然割除了左乳房 还在化疗最痛苦的时候 为电视剧配唱 就是休养好以后 我就很快的去偷工作 也就是其实是半年的时间 我就去上舞台唱歌 我觉得那个时候每一场唱 每一场演唱 我感觉都是人感恩的态度 我就觉得 如果我还能互相去唱 真的不错 所以我曾喝恶魔 都无故气会喝 就算她几段恐吓 无我手掩合 所以当去日不多 回忆是我该成为的我 碰着心 面对我 害怕却不退缩 所有只我于私底的 也激发我胆薄 乐观积极的抗癌态度 让外界更加联系 这个瘦弱的姑娘 但顽强的癌细胞 终究没放过她 渴望躺在你 温暖潮汐 感受你 拥抱你 亲吻你 这是姚贝娜最后一次 站在至爱的舞台上 为歌迷歌唱 2015年1月16号 姚贝娜因为癌症处发辞世 得年33岁 但她留下的 不只是那把好声音 还有那双美丽明亮的眼眸 姚贝娜捐出了 她的眼角膜 深圳跟成都 两个20多岁 深受眼疾所苦的年轻人 因为姚贝娜 又见到了希望 非常顺利 到现在为止 姚贝娜捐线的两只脚膜 已经是两只病人受疫 23岁的董亮 大学才刚毕业 正因为患有双眼圆锥脚膜 视力不断下降 接近失明 脚膜移植手术后 她的视力已经恢复到0.26 姚爸爸 姚爸爸跟你讲话 你好 感谢姚爸爸对我的关心 谢谢姚爸爸和姚妈妈 这个是一种机缘 也是一种颜色 谢谢你们 谢谢你 祝你生气健康 谢谢 真的非常地感谢 姚爸爸和姚妈妈 真的感谢 我儿子得到这种欢迎 真的感谢你们 也希望你们保重身体 节安 谢谢姚爸爸 缺少公体始终是中国器官移植领域的瓶颈 过去只能从死刑犯身上摘出来弥补 但从2015年起 中国宣布将告别死囚器官 自愿捐赠成为器官移植的唯一来源 红颜薄命的姚贝娜选择遗爱人间 也让更多人意识到生命有时尽 却也能以另一种方式无限延续 能禁我似无憾的 能禁我似乎无憾的 能 anon시면 我 rods快乐 Wordem 你哦的人都我证明了 這世界我來過